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呢,请继续为大家带来电子梦的第四集《疯狂钻石》 这一集的故事为我们构架了一个充满漠视感的荒诞未来 在这个荒诞的未来中,出现了许多让我们啼笑皆非的黑科技和社会现象 首先是居住环境的恶化 随着海岸线逐年升高,离海岸线较近的居民被迫搬家 而根据环保局的预测,在接下来的百年内,海岸线将会被进一步轻视 届时所有居住在海岸线附近的家庭都将面临被迫搬迁的难题 这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呢,就是一户居住在海边的家庭 其次呢,是这个社会的产业生态 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和利用公共资源 这个社会的农业由公共部门统一管控 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去进行种植的 我们的女主角萨利不知道从哪里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没事呢,就要种种菜 不过呀,政府为了彻底杜绝民众私自种植的可能性 直接在土地下方铺了铁皮 所以呢,萨利只能在家里的培养品中去种菜 给小植物们采光,也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 这还不算绝的 更绝的是这个社会生产的农产品 这些农产品保质期极短 鸡蛋放手两天就会发愁 新鲜蔬菜甚至当天就会变质 为了让物质迅速进入循环圈 农业生产部门还设立了专门的变质产品回收部 总之就是,整个社会的运转都在提醒着人们 即刻消费,即是行了 男主角艾德对他们所处的这种环境十分不满 所以他一直都谋划着出海远行 去到他理想中的黄金国 但是妻子萨利知道了艾德的这一气话后 却一连给他泼了好几盆冷水 要知道,在这个社会 私自搬迁是违法的 而且根据已经搬迁的邻居家传来的消息 离海岸县较远的内陆地区和海岸县这里并没有什么两样 由于这种目标上的不一致 两夫妻之间因此有了一些隔阂 第二天,萨利向好友猪猪女士征求意见 她该如何处理丈夫的犯罪形象 猪猪女士回答说 她应该劝阻丈夫做出犯罪行为 还问萨利她的内心是否信任自己的丈夫 萨利略带犹豫地点了点头 猪猪女士忍不住地感叹了一番 人性不古,事实一变 以前我们说某人不靠不会骂她狼心狗肺 事实证明这句国骂不够科学 因为这个社会中更多的人是将心脏换成了猪心 更奇葩的是 人们不仅会更换心脏 而且会利用基因技术改造外形 像猪猪女士这样的群体 在这个社会中居然是占据40%人口的主流群体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刺激的时代 社会男主角爱德这边 妻子对于出海计划的反对 让爱德有些郁郁寡欢 但是这个压抑的局面 却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而有了变化 女人名叫吉尔 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统称 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和人类类似的仿生人 仿生人的外表和人类并无二致 但是寿命却比人类短上许多 要想维持寿命的话 就需要注射人类生产的量子意识 吉尔和爱德相识于一次精神末房组织的参观活动中 这个精神末房是一个专门从事生产量子意识和仿生人的高科技公司 爱德就是精神末房的一名员工 吉尔在参观的时候故意和爱德搭上了话 参观结束后又故意出现在爱德回家的路上 对于这次接近 吉尔应该是蓄谋已久 爱德这边正好跟妻子闹得不太愉快 现在生活中突然闯入了一个伴老徐鸟 爱德干涸的心灵也忍不住有点蠢蠢欲动了 两人来到酒吧喝酒 吉尔给他点了一杯尼尔森的血 爱德一边品味着这种从未喝过的美酒 一边给吉尔讲起了自己扬帆远航的梦想 两人相谈甚欢 这让爱德有了一种遇到知己的感觉 从那之后 两人便会经常跑去酒吧喝酒 吉尔总是在有意无意中挑逗着爱德 还送用他去盗取公司的量子意识 吉尔给出的原因有两条 其一是因为他需要量子意识来帮他续命 吉尔是量子意识可以拿去黑市卖钱 爱德能够利用这笔巨资和他一起去海外重新生活 面对这个风险巨大 但是有无比诱人的计划 爱德忍不住动了心 他按照吉尔的安排为他制作好手膜 之后吉尔便通过爱德的手膜进入了精神磨坊 正当吉尔和手下盗取量子意识的时候 妻子却过来惊醒了爱德 爱德开始后悔帮助吉尔盗取量子意识 于是他按下了公司的警报系统 不过呢 爱德按下警报系统的时候 吉尔已经成功盗取了量子意识 他带着偷来的量子意识和黑帮进行交易 不料黑老大却来了一出杀人越货的戏码 两个小弟被瞬间击毙 好在吉尔身手不凡 总算是逃过一劫 第二天早上 爱德来到公司上班 公司主管表彰了爱德拉响警报的行为 还特地给他加了心 但是爱德自己却十分忐忑 害怕有人查到 放吉尔进入公司的那个内鬼就是他自己 吉尔那边从黑帮手中逃出后 并未就此罢休 他伪装成保险推销员的身份 来到了爱德家中 此时的爱德还在公司 只有萨利在家 心机表吉尔谎称自己正在人工受孕 很快便博取了萨利的同情 爱德下班回家后 发现吉尔出现在家里 瞬间有点慌了神 他将妻子拉到楼上 想让他赶走吉尔 不料妻子却站在了吉尔那边 失望的爱德 最后选择了签下人生意外险 晚上爱德趁妻子熟睡的时候 过来询问吉尔 他到底想干嘛 吉尔告诉爱德量子意识被黑帮抢走 他需要爱德帮他把量子意识抢回来 爱德原本不愿再和吉尔产生瓜葛 然而吉尔又拿爱德的手膜威胁他 就这样爱德再次踏上了C船 他独自进入公司 逃走了量子意识注射器 接着便和吉尔来到黑帮老巢 两人和黑帮老大商量好 先验货再付款 爱德将量子意识注入到吉尔体内 没想到获得补充的吉尔 瞬间能量满点 几枪解决了黑帮混子 接着两人便带着剩下的量子意识一路狂奔 不料半路上却遇到了公司主管 原来主管早就发现了爱德的内鬼身份 他携成了和吉尔同类的仿生女孩 逼迫吉尔就犯 吉尔只好乖乖扔掉了手枪 爱德打开储藏量子意识的箱子 主管发现比被盗的数目少了一个 他知道少掉的那个意识是被注入到了吉尔体内 于是命令爱德将注入的量子意识取出来 在主管的威逼之下 爱德决定一令行事 然而就在量子意识将要被取出的时候 一旁的小女孩却给吉尔递来手枪 就这样主管被送去领红盒饭 这件事之后 吉尔对爱德十分失望 他跑去爱德家中拐走萨利 等到爱德回到家中之时 发现家里等着他的只剩萨利的留言 此时海岸边发生了地震 爱德来到游艇这边打算独自出海 然而游艇还没驶出多远 爱德就发现吉尔和萨利都在船上 影片最后 爱德被两个女人扔了下来 他顺着海浪飘到了岸边 发现原来的房子已经在地震中毁坏 爱德抱着谨慎的黑角唱片 陷入到漠视的绝望之中 这部疯狂专时改编自 菲利普迪克的原著小说《推销源》 不过呢 影片对原著的改动幅度过大 整体设定和原著基本上是两个文本 所以这里我们主要聊一聊影片 这部片子原本的结构 是一种近乎撒文式的叙述方式 导演用了很多边边角角的细节 营造出了一种具有漠视氛围的怪诞美学 从风格上来讲 他是读书一致的 但是叙事上未必讨人喜欢 经过星星的重构之后 影片的主脉络应该是比较清晰了 这其实是一个星期表 套路中年大叔 最后活同大叔妻子陷害大叔的故事 这样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 加上影片中其他怪诞的设计 比如家园即将被摧毁 农产品隔天就会过期 基因重组的猪猪女士成了社会主流 仿生人的生命需要依靠量子意识充能等等 其实反映的正是加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的不安与焦虑感 但是相较于影片中爱德对于现实的态度 心情觉得咱们华夏后裔有着天生的文化优势 咱们没有西方式的一神教 在咱们的经典古籍《易经》里头 老祖宗就已经明白 唯有义是不义的道理 所以咱们的文化才会一直强调 事随时宜 拥抱变化 在现今的社会节奏下 我们更应该学会运用动态的眼光 去把握这个社会 随时准备做出改变 而不是陷入到和爱德一样的末世情节之中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的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和你一起 还是不要变神猪猪女士了吧